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旅游加码券是用范围大 有民众脑筋动得快直接上网勾售 价值一千元的国旅券 网路上喊到两张卖一千八百元 有人不到七折卖出已完售 还有人喊到收购多张等QR扣下来 就是怕诈骗集团 对 安分一点比较好 不良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来做一些不法的一些 但把振兴国内旅游的国旅券 拿来当作赚钱工具 其实已经违规 古旅券也是一样 就是它是不能够转售 也不能够兑换成现金 所以民众如果有转售的这样子的行为的话 查证术实的话 那个权就会被作废 古旅券使用必须提供手机号码 以及身份证后四码验证 都受不但违规 恐怕还有个资泄露风险 咱俩新闻正好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